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宋江提诗》是全部巡洋楼中的一辙 这辙戏原本是过场戏 新中国城里后 京剧名家关正明先生 对该剧的唱词唱枪进行了整理和创新 之后汪振华等人先后向关正明学演了宋江提诗 这样一出小戏 经过艺术家们不断地精心打磨 逐渐成为九眼不衰的精品剧目 此次在剧中单纲主演的是上海京剧院演员李军 公余派 杨派老生 他曾在2001年以宋江提诗一句 获全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评比展演荣誉奖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关注9月27日 中国京剧向一向极脆朗目播出的京剧宋江提诗 还原名家本真 寻回时代情怀 央视戏剧频道大型融媒体互动戏剧节目 《绝儿来了》 即将迎来京剧寻派名家孙玉敏 他是京剧大师寻慧生的清传弟子 是百位寻门传人 敬爱的良师义友 走向人生巅峰时 遭到命运无情的鞭挞 历经坎坷磨难后 迎来自己的涅槃重生 他以顽强的艺术生命力 活跃舞台70载 他是台上的活红娘 台下的好校长 本期节目中 寻派家人们将登场 为我们分享孙玉敏 用生命谱写的精彩篇章 更有三小虚生惊喜重聚 新老两代武生帅气登台 连妹讲述孙玉敏戏笑十年 至情至性的典地往事 更多好戏 更多感动 敬请关注9月23日 央视戏剧频道 菊儿来了 邀您继续走进 京剧寻派名家孙玉敏 康万生是京剧界难得的 球派花莲演员 这位方荣祥的弟子 以铁嗓钢侯著称 在近30年里 一直活跃在京剧舞台上 深受观众欢迎 最近在陕西京剧院 大力支持下 该团优秀青年花莲演员郭涛 败在了仰慕已久的 康万生门下围图 言语谷西的康万生 将把提携后进 扶持西北京剧院团 竭尽全力 京剧球派艺术 表现技术 手法丰富多彩 既有韵味无穷的唱腔 又能以各种不同的表演技巧 去刻画人物性格 我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 今后我将在师傅的指点和启发之下 努力学习 好好继承认真工作 近日 大型原创乐剧现代戏柳氏故事 在浙江省岳清市岳清大剧院首次公演 当晚 岳清市大剧院座无虚席 原汁原味的岳清味道 带大家穿越回改革开放初期 重温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和柳氏家庭的情感纠葛 感为天下先的创业历程 柳氏故事取材于改革开放初期轰动一时的 岳清柳氏八大王事件 这一事件极其引发的性资性赦的大讨论 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印记 为此 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来临之际 岳清市戏曲艺术传承展演中心 将其进行艺术加工 搬上了乐剧舞台 八大王事件是一个很真实的 当初的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事件 那么在创作过程中 我本来的确实原因是想把这个世界写好 所以要写这么一个过程 那是因为在戏剧舞台上 如果我专门写这么一个世界 是不好看的一个世界 所以当时我其实是改了舞稿 柳氏故事汇聚了一批优秀的主创人员 从导演 主演到舞美 造型和灯光设计等等 阵容相当整齐 由于岳清市戏曲艺术传承展演中心 演员是清一色的女性班底 为了排演这部现代戏 特地外借了11名男演员来助力 男一号刘思琳的扮演者 是来自上海乐剧院的路派小生 徐彪欣 她说 柳氏故事是自己演艺生涯 最接地气的一部现代戏 饰演女一号的是 岳清市戏曲艺术传承展演中心的 当家花旦 周妙丽 她用精湛的演技征服了在场观众 展示了一个自强独立 有情有义的柳氏女人形象 因为这个戏 待遇我来说任务很重 共八场戏 我是几乎每一场都在场 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的 最大的挑战对我来说 就是脱离了那个古装的优美的装扮以后 就是年龄的差距 因为她以来是一个小姑娘 所以对我的压力是非常重的 首演次日由来自浙江省内外的专家学者 同主唱人员共同召开了柳氏故事研讨会 专家们一致认为 柳氏故事作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县礼作品 视角独特 意义重大 彰显了时代正能量 同时也为其今后提升打磨 提供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据悉 该剧进一步打磨后 还将于十月参加第四届中国乐剧节的演出 由中国戏曲表演学会 中国戏曲学院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 北京戏剧家协会 天津京剧院 天津电台和和监视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等单位 共同主办的京剧老旦泰斗李多奎先生 诞辰12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 近日在京剧办 其中四位礼派再传弟子 主演的礼派代表剧目 成为了这次演出的一大亮点 康靖姐唱的是瓦尔楼 翟沫老师唱的是徐母妈曹 李红唱的是游六殿 张兰唱的是吊金龟 这次出戏都是李多奎大师生前的经典 这次我让四位老师青年的中间力量 然后一块来共同的纪念李多奎大师 这次纪念演出活动于2018年9月7日 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拉开序幕 来自北京 天津 上海 长春 西安 福建 石家庄 青岛 武汉等地的李多奎弟子 在传弟子聚集一堂 他们以自己学习礼派艺术所取得的成绩 向首都观众汇报 并以此来纪念一代京剧老大民宿 礼派艺术创始人李多奎先生 今天的盛会是很难得的 而且众多的亲传弟子 再传弟子 乃至老旦传人们都聚在我们的长安大戏院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参加今天的盛会 尤其是难得的一个学习的好机会 今天我参加我师父120周年的纪念活动 我特别的高兴 弘扬京剧 弘扬我们的李派艺术 甭管是唱多唱少 唱好唱坏 都是一片心 这次参加纪念演出活动的演员当中 出现了一大批京剧李派老旦第二代 第三代的优秀传人 他们在舞台上朝起蓬勃 并在各自的院团 为李派老旦艺术的传承和发展 做着积极的努力 他们的演唱也是李派老旦艺术 心火相传 生生不息的集中体现 这次呢 我将在纪念活动中 演出的是李师爷的 经常上演的一个剧目 《网儿楼》 我也希望通过学习这种 李派的经典的骨子老戏 能够提高自己在演唱方面的 功力吧 《网儿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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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作为在传弟子 一定好好地继承礼派艺术 好好地把我们礼派艺术发扬光大 在举办纪念演出的同时 由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 有限责任公司出版的 《响恶行云》 李多奎老唱片全集 也于日前发现 这部专辑包括了李多奎 从1929年到1956年 所惯制的唱片共38段 经过精心修复 均收入在内 《响恶行云》 李多奎老唱片全集的出版 是对李多奎唱腔艺术研究 学习的珍贵资料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 乡村文化振兴的要求 国家级全国央阁 花鼓会演于2018年9月9日 至12日在济南商河县举办 参加本次活动的 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2支 国家级飞夷央阳格演出队伍 其中包括 商河谷子央阳格 焦州央阳格 海洋央阳格 陕西安赛妖谷 安徽凤阳花鼓 蹦步花鼓灯 张秋仙子等 这次来的16支队伍 都是各地的飞夷项目的 央阳格队伍 每个地方对面的地方的特色 我想把全国现在飞夷项目 他们聚在一起 就在这里进行展演 这是说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能够进一步刺激 全国各地飞夷项目 央阳格的交流发展和传承 央阳格花鼓 与我国戏曲有着紧密联系 京剧打花鼓 就是以凤阳花鼓为基础的 一出小喜剧 而享誉全国的山东张秋仙子 更是戏曲在民间的绝妙呈现 会演活动中 来自全国的十几个表演团队 突出表演了 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 各种央阁花鼓 这次在山东商河举办会演 是一次难得的盛会 通过各种花鼓和央阁的表演 可以折射出戏曲艺术 在民间的深厚基础和广泛影响 东北的央阁里边 也有一些像梅婆 也是跟咱们戏曲相关联的 一些人物特色 我想可能这两种艺术形式 可能在发展过程当中 都可能是有一些互相借鉴 然后相互依托的因素在里边 山东商河哨儿骨子央阁割 是商河县创新开展 骨子央阁割进校园活动的 成功实践和丰硕成果 自2010年选取试点学校 开展骨子央阁割教学 截至目前 商河哨儿骨子央阁割队伍 已达到30余支 我们学校自开展校本课程 商河骨子央阁割以来 孩子们受益匪浅 先后参加了多次的大型活动 像2013年611儿童节期间 我们万名青少年文体展演活动 我们300多名师生 赴天安门广场进行演出 那么在2018年的时候 中国教育电视台 传承的力量栏目组 专程来我校进行节目录制 其中还包括了省市县 各级的媒体机构都分支它 那么在历史上 我校在校园上 当年文体展演出